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剑会的暴力对决吧 关键方是钓鱼岛复战队 队战方是好记心他们团队 就是鱼岛之前的去吧 就老是不知道谁也起的 就说人家是鱼岛去吧 反正是跟鱼岛的复战队有一些小摩擦吧 现在好像已经是不了了之了 没什么事 那关键方这边上的是一个盘司武装的双锋 配合着石头岭加神武林 石头岭还是变了一个小猴子砍骗 那队战方上的是一个女儿 武装的双锋 配合着一个双神木 开了一把龙阵 被关键方应证大克了10%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对面这个团队 韩和鱼岛这边去抢一个复战的选拔 我记得要投票 去跟关键方抢一个复战的选拔 最后一次也没抢得过 那不可能啊 他关键方这边两个大主播呢 现在好像没什么问题了 就再也没听说过这种事 冰传诺 继续还是以青宝宝为主 就鱼岛现在打212打的是非常的少 其实不管是剑会还是正规比赛 还是以国标为主 就像这次昨天 刚刚结束的群星逐落 也是以国标为主 但国标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呆瓜自己说的 啥阵容都能打 啥阵容也能输 反正就是 说他好打也好打 说不好打也不好打 也不好打 不管是宝格也好 鱼岛也好 都翻车在了国标里边 宝格是64强 输给了紫禁城 鱼岛是四进二 输给了奇云罗 两手都是国标 这两个团队都是一手国标 输掉的 所以说这个阵容吧 好用也好用 不好用也难用 细节扣得太细 容错率太低了 别的都还好 主要是这个小嫂的命中率 你挂不中的时候是真挂不住 这两个团队还是他们的212厉害一些 不管是宝格也好 鱼岛也好 相较于他们的国标 他们的212可能更具威胁 毕竟212它是偏消耗 国标是偏节奏的 国标的消耗能力很差的 很多比赛国标就是打完了以后 那有的部分单位都是买药 就已经输掉 昨天看鱼岛打完 跟奇云罗打完 我记得好像有个单位 还有17个药了 还是还有一个17个药 一个15个药 药品很多 就是偏节奏 就是打的偏节奏 那现在国标凤这边 只要打一打面伤 基本上等一个收回盒 神武灵变了这么一个猴子卡片 咱们看看 这个法爆几率 究竟高不高 双神武玩的就是一个及时控愤怒 就是在特定的一些回合之内 说白了 特定的回合就是将要放风卷残云的那几回合之内 能把对手的罗汉控制住就可以了 你至于全程想控制罗汉 多少是有点困难 只能是在特定的几回合之内 想办法把对手的罗汉控一控 你把风卷那一波爆发放出来 慢慢去打一个压制 只能是这么玩 好像这个法爆几率还行呢 当然他平常的也不低 这个东西就看不出啥效果 跟那个 这个 这个法爆卡片码 效果不太好看出来 本身神木他自己也会带很多的法爆装备 以及法爆灵石 那队长方神木灵已经倒地 来 猪天康护再给石头灵加一个 下回合石头灵飞一飞 神木灵再秒一秒 感觉队长方武装怪 多少是也有点绷不住了 来一把金金回回雪 效力藏刀 石头灵再飞一飞 盖上罗汉 稍微可以换一下 也空了石头 也盖了罗汉 一个防神木 一个防石头 高模型卡片 多少是还是有点 基础伤害不够吧 有点基础伤害不太够 继继续压制队长方神木灵 禁疗也给上了 把神色这口退也退不上雪 解开石头可以直接飞 队长方场上是有两个法防宝宝去做配速 也是点着神木灵去飞的 一万 之间把武装怪 就给带走了 另外一个神木灵 也就差那么一点点 再秒一秒 163 前排宝宝 一顿乱派 队长方也强拉了 强拉身上竞疗没解掉 这个强拉的意义也不大 最终还是倒地 看得出来 双方硬件差别还是蛮大的 再加上观察方还顶着一把大克 直接换地厅了 就等一个石灰盒 直接换地厅 但是 人家有花一格摇 人家开了花一格摇 一个秒八的神木灵 直接把观察风地厅给你带走 这个十回合也不好等 继续 套石头 还是做防守 能拖一回合 是一回合 但是观察方这边 替虎宝出手了 来 山宝 对面走一波爆发 其实还行 这两个爆发真的全打过来 观察方也 也有点吃不消的 但是队长方并没有拉起 倒地的这么一个神木 这一回合 依旧可以吃一把 风卷残云给观察方 再配合龙三位的一把 群秒 也可以把观察方的血线压下来 四层风铃的风卷残云 再给你换一个地厅 就一个不行就俩 俩不行就四个 四个不行再换 跟昨天 看明秀跟西大的比赛 顶着一口气 顶着一口气 直接给你换出13个地厅 那谁受得了 这样在你加上 对面他没速度 对战方一直没速度 本身双方的硬点差别 还是不小的 而且对战方 女儿村并没有占一个速度位 他的速度位是给武装冠战了 他物防加10% 速度加10%是给武装冠战了 他自己并没有这个速度位 所以观察方这边两个阴阵的 速度位 女儿村不太好抢速度 再加上一些硬件上面的差别 再换地厅 就一个不行就两个 两个不行就四个 反正就是一直换 哈到你没有反抗能力为止 现在队战方已经是 没有反抗的能力了 也点了一把逃跑 放弃这场比赛 感谢大家收看 我小胖 如果有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大家记得帮我唱点赞 来一个超级推荐 让更多的小伙伴 能看到我的视频 我们下转的视频 拜拜